提到鄭南榮可能很多人的印象就是 自焚 可是问到为什么要自焚 那就很多人都不晓得咯 甚至有些同学可能连鄭南榮是谁都不知道呢 为什么咧 当然是因为课本上没写啊 身为一个台湾的考生 考试不会考的历史 不知道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啦 所以鄭南榮到底是谁呢 他是在那个巨岩的年代 第一个公开主张台湾独立的人 跟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候喊台独可是会被图死刑的呢 对南榮敢这样做其实非常勇敢 南榮又有人会觉得这不过就是叛逆嘛 不过其实他从学生时代开始 就是一个叛逆的人 比如他曾因为聚修国父思想 而无法从台大毕业 也曾经在学校公布兰 公布他跟后来的妻子叶绝兰的恋情 就是要赶走一头拉口的苍蝇啦 人家当时都还没答应跟你交往 这样不太好吧 退伍之后 鄭南榮经历了几次创业 后来则是以自由作家的身份 为党外杂志撰稿 最后他决定自行创办党外杂志 自由时代周刊 为了避免杂志被查禁 停滩 鄭南榮在杂志创办之前 就先申请了22张杂志执照 国民党关了一间 我就可以再开一间 嘿嘿 打我笨蛋 这本自由时代周刊 后来也的确一直被国民党查禁 成为被查禁和年刊最多次的杂志 搞到最后这本杂志 总共有将近50个名字 哇靠这也太多了吧 除了第一个主张台湾独立 以及创办了一本 拥有已分身之数的杂志之外 甚至也是在那个时代 第一个公开主张应该解除戒严的人 那《猛角龙三世》举办的519绿色行动 是台湾第一个公开诉求解严的群众运动 当时国民党派出数千个证报警察 包围数百名的和平进座民众 哟 怎么听起来有一点事情相似啊 总之后来这件事情 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隔年国民党迫于国际压力 宣布解除戒严 不过在事件过后 郑大龙就被抓去坐牢了 算罪名是违反选霸法 但真正的原因 嗯 知道的 经历八个月的牢狱生涯后 郑大龙出于第一件事情 比如说回家携取罪呦 而是马不停蹄的筹办228事件 40周年纪念活动 正式提出政府应该公布228事件的真相 并向受害者道歉 228事件纪念活动结束之后 接下来郑大龙和友人一同策划了新国家运动 主张台湾人民有权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他们用40天的时间途步环岛一周 宣扬台湾独立的理念 80年代就在环岛了 所以我说Long State什么的都弱爆了好不好 不过也正是因为主张台湾独立 让郑大龙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 1988年12月 郑大龙刊登了台独联盟总本部主席 许世凯的台湾性宪法草案 刊出后杂志立刻因为分裂国土意图遭到查禁 郑大龙本人也被起诉涉嫌叛乱 在他收到传票后公开宣布 国民党抓不到外人 借党抓不到我的事 随机开始在杂志社里展开71天的自求行动 4月7日时任中山分局刑事组组长侯友宜 诶 就是现在的新北市副市长啦 所以离警方攻堅杂志社 郑大龙亦如其宣言 引燃汽油自焚 我们大兄做一个新闻的工作者 董董用约会做烟料 用约肉做素材 在汽油 火中 修策 在这个不修的国民的人家 他施贴基础 他做一个中兵杞 施在于中兵杞的反共性 一点就没减少 我们家族 是台湾四百年来 最英英的一个家族 郑大龙死后 许多流往海外的黑名单纷纷返国 他的遗伤叶掘岳决兰 于当年年底当选立法委员 呼应郑大龙主张的民进党 也于当年选举取得历史性的胜利 90年代台湾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 从野百合学域 废除动人勘乱时期临时条款 结束万年国会 道立法律全面改选 废除刑法100条 以及开放广播频率及有限电视 我们或许不能说 后续这些改革都跟郑南荣有直接关系 但无疑是郑南荣点燃了这把言论自由的火 这把火至今人熊熊燃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